上回说到在大街上,海瑞领着提毒衙门里面的重兵丁,把那卖柿子的老哥给抢过来了,这一把他抢过来啊,言二极了,告诉手机人,给我过去把他抢回来,海瑞你头顶上不是有黄榜吗?我不碰你那黄榜,我就抢那卖柿子的。 看,如果说得便顺手的话,最好把那个黄榜给他碰掉了,把海瑞也给我抢过来,这帮家伙正要往前冲的功夫,就在这个时候,呼听对面东大街上大炮三声,呼噜,呼噜,呼噜,铜锣开道,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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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人仔细一瞧,呼,前边八匹对的把,十几面大旗,有带刀护卫卫,背弓的勇士,一仗道对十分威风,一把葫芦金顶红罗散下,照着一台八台大轿,左右有三品的五官保护,前后亲兵有一百多名。 哎呦,我的天哪,这来的是谁呀,谁呀,定国公徐燕钊,徐燕钊怎么上这儿来了,这徐燕钊啊,他在内阁办公,办完了公事,现在是打道回府,走到这儿来了,标将一看,一瞧这个仪仗队,这就明白了,哎呦,小海先生,好了,徐老千岁的大叫过, 来了,严那儿一看仪仗队心说坏了,这遭老头子来了,他往一个家奴身上这么一啪,把这家奴吓了一跳,哎呦,我说二爷,您怎么了,二爷,哎呀,我说小子,二爷现在呀,得了点疾病,有点心发慌,小肚子发麻,腿肚子转筋,您听这病,这什么病吧,还真脖子好痣呢,这个病,小子,快背着二爷跑,我告诉你,再晚一会儿,二爷就活不了了,听见没有, 越快越好,哎,这伙计背起来,严二撒腿就跑,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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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二回头还嚷呢,哎,小子吗,给二爷带后边护驾,别让那边那个枪头子,除了二爷的后心,听见没有,哎呦,是, 这帮小子们一块夹着一把 都溜了 再看那九门提督的标将 引着海瑞 迎着徐老千岁的仪仗队就过来 这标将拦住码头 双膝点地挺着胸脯 高声报名 九门提督标下 协同标将胡战魁 奉御请到 接荒房的广东举子海瑞 叩见千岁 开路马报给掌旗官 掌旗官报给护卫将 护卫将又报给隋教掌使官 掌使官才上报给徐老国公 徐老一听 真是喜出望外 吩咐一声 落下吧台 裂开旗门 请海瑞 叫前大话 是 一声穿呼 卷起来珍珠教帘 只见海瑞 头顶黄榜 走上前来 他弓身低头 手捧黄榜 交给了隋教掌使官 掌使官 转奉到教内 徐老在教内 立刻欠身站起 双手接过黄榜 一看海瑞 已经在教前大礼参拜 徐老说 海先生 免礼 这功夫海瑞 抬头一看 一瞧这定国公 徐元昭 偷戴紫金 三山国公官 上坠三八 二十四颗金丝球 双龙抢猪的木偶 帽子两边 颤颤 微微闪动着 左右两根 六寸三分长的金挡翅 平插在帽后 帽翅两头 镶嵌着 鸽子弹大小的 沧海明珠 是闪闪发光 身穿 素白段子 织琴 辅寿蟒翼 胸前绣着 团花拥云 梅花 转血 就有的 百福大寿字 齐膝盖 望下是 五彩金线之称的 海水浆牙 脚灯云根 虎头超血 齐血药 香利全小珍珠 腰围着 匠子衬底 白玉镶嵌 刁麻脑 盘如意 四十半宽的玉带 这位老人家 长寿眉 丹凤眼 通关鼻子 佛爷口 寒下一步 银然 飘砸胸前 怀里边抱着一杆 开国宝朝的 黑虎铜锤 这个黑虎铜锤啊 是明朝 开国皇帝 朱鸿武 赐给徐老的祖先 徐达 专用的 他 安邦定国 打肩出鞋 皇帝老要是发了婚 照样 拿他揍他 这徐老在教内 一看海瑞 嗯 神清古秀 见眉兴眼 端庄宁众 文才风流 可这是衣裳 这是穿戴 跟自己一比 那可就太差劲了 一瞧这位海瑞 头戴一顶 文声六边开花帽 怎么叫六边开花帽 帽子戴破了 烂得左右上下前后 六边都开了花了 所以就六边开花帽 身穿五色阑珊 怎么个五色阑珊呢 本来是淡蓝的底子 穿久了 没换的 破了就得打补丁 这个补丁的来源和质量 这可高贵极的 黑牙红的 是道观里边 人家给神像挂的 那个有求必应 写着黑字的红布匾 海瑞把他拿过来 撕开补衣裳了 这红布上边 还有半了黑字 所以这叫又有红的 又有黑的 黄的呢 是从那个老书咬烂了的 那个经卷本上 撕下来 那个黄灵的书面 白的呢 是脚下来的 白布袜筒子 外加上一块 五老道那灰蓝色的 破枕头布 还带着点霉味 这一来 红黄蓝白黑 五色齐全 肩上一块 雄前一块 前前一块 后背一块 左大肩一块 右一脚一块 你就花十两黄金 也买不到这么漂亮的衣裳 脚上穿这双鞋 也欲重不通 什么鞋呀 这叫一板三眼鞋 怎么叫一板三眼鞋 这双鞋呀 这底子是又硬又厚 斯文人 穿上叫夫子吕 遗憾的 这鞋穿的时间太长了 前面这鞋帮 给鞋底子开了线了 脱了缝了 海瑞呢 走起路了又斯文 一走起来 啪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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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哒 一板三眼 所以叫一板三眼鞋 徐老在教内这么一观瞧 不觉得心中一阵凄凉啊 心想 这位可够寒酸的了 这就奸臣党道 才出了这一个乞丐举人啊 举人落到这一步 可也真不容易 来呀 此处不是讲话所在 被一匹马 让他骑坐在马上 跟随老父 回府序话 是 有人旁边就牵过一匹马来 让这位海举人 快点上马吧 到这个功夫 海瑞这才算骑上这匹高头大马 他手裸四江 这刘大根无二呢 随着这位标将 卖柿子这位大哥挑他的框 海瑞在马上跟这位卖柿子的就说了 大哥 往后 咱们要常来常往啊 您这高明贵姓 我还不知道呢 您叫什么名字 哎 海爷 我告诉你 我呀 姓汤 小名呢 叫骆头 大家伙呢 叫惯了都叫我柿子汤 海瑞一听 嗯 柿子汤 这名太好了 颜二就怕您这柿子汤啊 您这柿子汤啊 足以叫颜二温风丧胆 盖工夫 徐老带着海瑞就回了府了 大轿穿过中衣门 转过阴安殿 通过建楼来到内院 直到书房廊下 徐老这才落叫 海瑞这工夫也才下马 老人家先让家人带着海瑞是镜面更衣 到这会儿 海瑞的六边开花帽 五色富贵衣 一板三眼鞋 这才脱下来 家人要把他拿了扔了 海瑞说不行 这一周一饭来之不易 半丝半驴 物力为奸啊 不能丢掉 把这东西留下 我自己存放着 半丝半驴 物力为奸 这那是句文化 这个意思是说 就是半根丝一条布 都是劳力艰难做成的 不能随便糟蹋 这个海瑞更换衣帽之后 再一瞧 这可就不一样了 俗话说 人配衣裳 马配安 海瑞这就是神采奕奕 又去拜见虚劳 老国公白酒给海瑞押惊 酒后 这一老衣绍在书房里边 是饮茶续话 海瑞呢 就把自己的遭遇 从头至尾 向徐老续说了一遍 徐老听完了 点了点头 海先生 如今天子好道 一心求先 言松弄权 残害忠良 朝政日非 黎民受苦啊 老朽空有爵位 不能出奸 实在惭愧 海瑞说老千岁 您说的哪里话来 想当年 太祖皇帝起义 广台庄访贤 请出开国元巡 国公爷徐达 萧平群雄 创立江山 千秋大业 百代功名 老先生 承袭爵位 战力朝纲 窦间宝中 海内亲养 海瑞一介寒汝 过蒙吹青 于姓汉之 任礼无亲 出奸宝国 干脑涂地 而不悔呀 依存仗势 高官厚禄 而不为 如有冒犯 还望千岁 见谅 徐远昭听到这里 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好啊 海先生 国家就需要您这样的 刚之不恶 动良之才 本爵我敬重的也正是这样 能执法无亲的人才 明日早朝 随本爵上殿 这下子妥了 他要把他带到殿上 亲自见皇帝 一夜晚景不提 到了第二天 五更三点 定国公虚言招 摆开全副一丈 火把前行 沙灯照路 带着海瑞 穿过凤田门 要进紫禁城 到了五朝门外 五奉楼下 落下了八台大轿 徐老把海瑞 托付给皇门官 他向海瑞说 海先生 你就在这五朝门外 候职 少时万岁 要宣你上殿 需要谨慎 小心 海瑞说 我记下了 国公也请 为什么徐老 要嘱咐海瑞 他跟海瑞一续谈 他知道 海瑞 这是一个 敢捅天的人物 性情刚知 是这么个性子 今天要见的 这位万岁爷 家境皇帝 又是一个 专听喜欢 专听奉承的人 这个皇帝老 专号修仙浩道 日夜胡闹 他是不求闻 不讲武 不问百姓苦不苦 回到公院拜老祖 坐上金殿打呼噜 光想活到八百五 神仙伴他去歌舞 就这么一位万岁爷 徐老担心 担心海瑞 到上面一见了皇上 头一次见面 就话不对茬 那可就麻烦了 所以他特别的 关心交代一声 徐老嘱咐完了 就有两个小太监 轻轻的搀扶 不登丹蚩台 走上奉天殿 这个金殿朝剑 这可不是个简单事 那是够严肃 够麻烦 够吃力 够心惊胆战 犯嘀咕的 这金殿上 闻东武西 功力两相 黄黄金鸾殿 高速品级牌 顶国公徐燕昭 青斗袍袖 慢举超乎 归入闻班首位 虽然说 设有紧断的墩椅 皇帝不开口 这徐老头子还得站着 这东班站的是 立部 护部 礼部 兵部 行部 公部 六部的上书官 督察院正堂 十三道掌印玉石 通政司 大理寺 太常寺 太普寺 汉林院 左春房 光禄寺 青天建上保寺 太医院 对面西班站的是 三军都督 锦衣卫指挥 守护京都各军卫的 掌印指挥 外带既是中 中书社人 都是文武掌正印的官 二把手 不能在这站着 只见文臣武将 乌纱金蟒 花团锦绣 玉带蟒 你往上边一看 一团团造景的盘龙 你往下边一看 一方方 镜面磨砖 你往外边一看 一层层虎豹荆旗 你再往里边一看 一对对 示威战力 外带的三八二十四盏 苗龙的大沙灯 照着那一根根一搂粗的 南木珠漆的明柱 闪闪发光 陈锋 小心翼翼的把那 店外的紫薇花的香 送入了店内 这才是花莹剑佩 星出落 拂柳惊奇 鹿未干 当 当 当 景阳中响 有一个官名叫斯琛郎的 暴力声 严实吉祥 接着 掌礼杰的大太监 抖起了长杆边 金丝降红碎 甩开了三下空响边 这就叫 静边三响 这个时候 身穿紫花 超幅的赞理官 才晾开嗓门 高喊一声 排班 文武百官 各案品级素利 连大气都不敢出 你要是有支气管言 想咳嗽 那怎么办 很简单 俩字 憋着 这么大的金卵宝殿 就是掉的一些一根 针都能听得见响声 就见那个龙叔岸前边 左右一对五尺高的铜仙鹤 嘴里边飘飘飘 鸟鸟绕绕 吐出来一柳特制的龙仙香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九九八十一间 高大的奉天殿内 是一箱扑鼻 粘到身上 半个时辰都不带散的 转眼之间 八位御前带刀 三瓶武侍卫 互立两旁 还有一对 拖着宝瓶的长鼻子大象 也稳重沉着 又十分严肃而自觉的 首位在殿外文武楼隐南 这个时候 当当当 井阳中响二变 殿外 声滚低修 一派戏乐悠扬 吹奏的是大圣乐章 怎么单吹这个曲子 不能吹别的乐曲吗 封建社会 皇帝老子命是天生的 最聪明的大圣人 所以得奏这个大圣乐章 奏乐 瞎奏不行 你要来段奴在园中把花采 情歌跳进园里来 那可不行 到那个时候拔个脑袋 也不够他砍的 这个乐队呀 归教房司专管 一色的上青下红的窄袖长袍 腰里边一个个也同样都扣着珠宝袋 店里边一排 店外边单吃下边又是一排 哇了哇嗡了嗡 是八音齐奏 在音乐声中 十六名太监 摆着皇帝的鸾架前隐 八明内侍守着孔雀 毛公扇 随后跟着 金瓜乐府朝天凳 日月星斗龙凤旗 萧金炉内 转烟起是绣花手帕金瘫鱼 外带着练就的 长生不老的紫金丹 准备着皇帝随时 要送在他那个嘴里头 还有宝盒成了仙药 准备着他头疼发烧 给皇帝献上去 最后 这才引出来 连衣裳扣子都不会记得 天生的圣人大皇帝 这位万岁爷 嘉敬皇帝 这嘉敬皇帝 瞇着那双睡得一耳八掙的龙眼 那是陈弯腰 给他撩起了明黄色的滚龙袍 扶着他坐上了 那颗至高无上的金胶椅 背靠着三山五岳的平凤 景阳终生一停止 四扇异常美丽的孔雀 开平的公扇立刻在他背后是高高清奇 赞礼官 这才随着殿外殿内的音乐高声唱礼 这唱礼有两个字 一个是败就是磕头 第二个是兴 就是磕完了头爬起来 赞礼得拖长枪 得用那丹田音 得好散门 当当当 三遍景阳中响 赞礼官高喊了一声败 文武百官跪起磕头 紧急着又喊了一声兴 大臣们全都爬起来 再败再兴是再败再兴 三跪九寇三八二十四寇 文武百官给他们娘老子上坟 也没这么恭敬过 光磕头还不算 还得喊万岁 赞礼官先喊 文武大臣们跟着喊 殿里殿外太监武士 连吹喇叭的捧声的捏眼的 这些乐手们一块也都跟着喊 万岁万岁万万岁 朕的这个奉天殿嗡嗡之响啊 中庭乐址 今天乐队就退出去了 奏事官这才高声宣布 有事早奏 无事卷连退班 这句话刚一说完 就听文班当中有人应道 陈徐远舟 由本奏上 吾皇万岁 折腾这么半天 这定国公才能跟皇上谈公事 这一说起奏万岁 上面的嘉靖皇帝 眯着眼睛 徐远卿 有何事起奏 陛下 如今有人接了皇榜 可以查明冤案 哦 什么冤案呢 什么皇榜啊 徐远卿 姑王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您瞧这皇上 他把这事给忘了 徐远昭一听 啊万岁 就是那晚平县县令张俊峰被刺 尸身无头 那一件冤案啊 哦 对了 对了对了 我想起来了 这是哪个混账东西 平白无故的 把晚平县县官给宰了 啊 脑袋也不见了 徐远卿 现在这晚平县的官 是谁在那干呢 啊 陛下 已经空了半年 没人敢去了 万岁 地面上的公事 都是由顺天府代管 因此 趁在两个月前 奏准万岁 出皇榜招贤 破这个冤案 哦 那么接榜的这个人 他是谁呀 陛下 此人姓海明锐 婊子乳贤 此号刚封 乃广东海南 穷州府 穷山县人士 是家境二十四年 中的举人 哦 这个人 怎么样啊 家境皇帝 这话还没落下来 文班中就走出来 五英殿大学 是祝国成相 阁老阎 阎松 阎松 扑登就跪在这儿 阎松啊 早已经听 阎二胡旗向他禀报了 老家伙已经想出一个主意来了 他跪到金殿 口称 万岁 臣有本奏 哦 杨爱卿 你有何本奏 讲 万岁 海瑞这个人 臣倒知道他 他是在海南中的举人 当过教官 管过学堂 御事来查学的时候 别人都下跪 唯有他 停而不跪 哦 咱这么说 这个主 他还挺将啊 万岁 臣也曾对他来查访过 他 不是疯癫 那就是狂妄一击 这功夫 徐老千岁说话 别像 阎松这话 是欺骗君王 海瑞这个人 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他进京赶考 虽然没有考中 但是 他受了冤枉了 此人 有胆有失 他敢接黄榜 万岁 海瑞 是个人才 旁边阎松一听 把话就接过来了 不 陛下 这海瑞 他是一个蠢才 万岁 海瑞 这个人 可以用 嗯 陛下 海瑞 这个人 不能用 万岁 海瑞 他能破这无头案 嗯 陛下 海瑞 他不能破这无头案 严松 我看你是 济贤独能 徐元昭 我看你是 结党拉帮 呵呵 严松 你做贼心虚 只能活八百四十九岁零九个月了 你们二位 今儿个这么一吵 朕就要少活三个月 知道吗 哈家伙 他这一说呀 把这忠臣和奸臣的嘴都给堵住了 怎么回事 不敢吵了 谁在吵啊 你再一吵 皇上少获撒月啊 哎 这受了吗 家境皇帝拍了拍脑门 我说 我说二位爱情啊 咱们呢 先别管什么海瑞 我跟你们两个人说一件事 朕昨天晚上三更天做了一个梦 你们给朕圆圆梦吧 啊 好不好啊 是 陛下 请讲 昨天晚上 朕梦见夜晚之间在海上行船 波浪淘天 水天一色呀 走着走着 忽然间一座石岛 这岛上奇风陡立 霞光万道 锐彩千条 分明是海上的仙山啊 我正要登上仙山之时 忽然狂风大作 把朕惊醒 朕想要在今天晚上 接着做昨天晚上这个梦 重游仙山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接上 您看这皇上想的多好啊 做梦 他想接着二本的 他做这个梦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黑白醒着 睡着都在想成仙 所以才能做出这样的梦 他把这个梦说出来之后 接着就说了 二位倾家 你们可能给朕圆圆这个梦吗 你们说这个梦是主吉呀 还是主兄呢 嘉靖皇帝把这话刚一说完 严嵩抢先就说了 陛下 您这个梦好啊 怎么好啊 这是神仙点破万岁爷 海瑞这个人万万用不得 怎么了 陈给您原这个梦 可用十六个字 哦 是哪十六个字啊 这是 这事 妖风出现 邪气迷人 海水燕国 狂风 富周 啊 嘉靖皇帝听到这里 当时就是一愣 燕松说 陛下 用了海瑞海刚风 大明江山 可就危险了 是吗 这功夫旁边徐延昭就说话了 万岁 严嵩的话 纯熟瞎讲 这个梦 以臣我缘 也可以用十六个字 哦 讲 万岁 这明明是上天赐给万岁 一位治国安邦的贤臣 是吗 正是这样 万岁 一臣我看 这是 刚风海瑞 藏宝发光 晴天欲助 驾海金粮 用了海瑞 国泰民安 狂风再大 您稳坐江山 好好啊 那为什么 闫耐清 他说不好呢 陛下 因为严嵩 他怕海瑞 万岁 他分明是污蔑老臣 老臣蒙圣恩 官拜大学士 岂能怕一个落地的橘子 徐延昭说 你就是怕他 你的家奴 在外边演讲 说我们相爷说的 有言无海 有海无言 不中进士 不点状元 海瑞有才 老妇有权 想要做官 还得虽然 不跟严走 命丧 黄泉 这就是你家人讲的 严嵩说你诬陷 你祭贤 你瞎扯 你乱谈 你 你别吵 别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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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吵 朕又要少活三个月 徐老爱卿 万岁 那结荒榜的海瑞 人在哪呢 现在五门外后职 好 把他选上店来 朕要瞧瞧 多谢 祝贤